一包又一包的废弃物 招人烂倒在垃圾子母车旁 打开一看 有的是废弃的砖头 有些是装潢废弃物 地点就在七堵石工坛旁的垃圾子母车 它是重要的路口 七堵山区被烂倒废弃物 已经不是第一次 这一次更夸张 十多代的银件废弃物 用不同的麻布袋装着 就直接丢在路边 警方及环保局接获报案 发现一台白色小轿车 趁着深夜摸黑 来到植母车附近 黑色人影一下车 陆续搬出麻布袋 植母车它应该是供附近民众去丢的 而不是像这种不肖业者 在随意将一些装潢废弃物 弃制在那边 那所以这部分我们有 调阅警察局监制器 那查出一台胶车 它在同一天 多个时间点 就是以交车的方式去载运到现场气质 白色轿车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摸黑丢弃 不会被发现 但却不知道 其实环保局在全市重要的山区路口 都设有鹰眼 24小时录影 任何车辆进出都跑不掉 其实在我们基隆辖内山区多有像是在企图区那边 常遭弃制一些废弃物 那这部分我们环保局用 以现有的经费去架设一些监视器 还有摄影机 那同时也呼吁就是一些业者 在整个相关建案的废弃物 应该委托合格的清除去供 依照废弃法的规定 行为人随意丢弃废弃物 可以处罚新台币6万元 30万元以下罚还 并且先期改善 记者黄少民 基隆报导 调整顺土 ena 反正 管他人规定 软 练